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糖尿病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糖尿病是由于身体胰岛素分泌不足 导致的血糖过高引起的身体代谢障碍 其实,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控制、避免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对控制身体血糖、预防糖尿病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可很好改善糖尿病患者糖耐量 达到降低血糖、降低血压的功效 同时还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 软化血管、解除疲劳 这种方法不仅简单,而且效果立竿见影的 如早上血糖高,喝上一杯 两个小时之后,血糖就会降下来了 我们先准备一把绝明子 绝明子是一种中药材 可帮助人们治疗一些疾病 好多药方当中都包含绝明子的 绝明子除了有内蛋白、脂肪外 还含有大黄素、卢蕙大黄素和大黄酸明素 N-免素等等 还含有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 鲜、铁、铜等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清干明目、沥水通便 降低高血压和高血糖 再准备一把牛磅根 牛磅根茶是一种降低血糖的健康饮品 它不仅可降低血糖,还可预防高血糖 因牛磅根里含有多种天然的活性成分 可有效调节人体的内分泌 增强人体的胰岛素功能 促进身体胰岛素的分泌 加速人体内的代谢 增强人体的糖耐量 使人体过量的血糖尽快地降低 牛磅根富含胡萝卜素和大量的膳食纤维 对维持人体正常代谢核的帮助的 还可以预防人体对食物的吸收 并且还含有的膳食纤维 可抑制食物中的糖类能量的释放 并能有效防止糖在人体堆积 常饮用牛磅根茶可预防高血糖 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血糖 牛磅根中含有的木质素 能加速人体的碳水化合物代谢 抑制人体对糖过程的吸收 常喝一些牛磅根茶 可很好的预防高血压和高血脂 它能很好保持人体稳定的心脑血管功能 预防身体肥胖 这种情况下 人体的素质将显著地提高血糖的发生率 将其显著地降低 高血糖的人群 特别是三高人群 常饮用牛磅根茶会显著地降低血糖 所以牛磅茶适合三高人群饮用的 再准备一小把菊花 菊花是一种以菊花为原料制成的花草茶 菊花茶性微寒 有疏风散热 清干明目 干预肝胆的功效 炎热的夏天 糖尿病患者可喝一些菊花茶 可养干明目 还有清热解暑的作用 菊花茶对糖尿病患者 饮用还可能帮助在肠道延缓对糖类的脂肪吸收 加快身体代谢 糖尿病人饮用菊花茶还是比较合适的 好多朋友们喝菊花茶时都喜欢加糖 因加入糖的菊花茶喝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但有糖尿病人一定要忌口的 不要加糖 再准备适量的干山药 山药最好选择怀山药 用起来会更高的 山药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山药性平 可补干 补肾又补肺 对糖尿病有很好的通理效果 对糖尿病有非常好的调理功效 山药中含有的山药碱多酚氧化酶 糖蛋白、纳氨酸、乳氨酸、晶氨酸、千多氨酸 还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特别是里面的黏液蛋白 可预防心脑血管系统的脂肪堆积 以及动脉中药硬化过早的发生 能减少皮下脂肪的堆积 避免身体出现肥胖 山药中的黏液蛋白也是蛋白、曲痰 它具有降低血糖的功效 山药还可增强人体组织细胞 对葡萄糖的摄取 以利用改善身体胰岛素的抵抗 用于糖尿病 山药皮主要的成分是膳食纤维 还有一个维生素 可促进身体排便 如有糖尿病性患者可经常使用的 能预防肠道肿瘤的作用 还可补充一些维生素D 好处真的是很多的 下面加入清水 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清洗干净 这些食材看似比较干净的 但是有灰尘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多淘洗两遍 洗干净 下面我们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养生壶中 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中小火焖煮2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你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是我前行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辛苦大家了 我们可以反复喝很多次的 三至五次都是可以的 这道茶喝起来 口感清淡爽口 很好喝的 有特别好的润肠通面的作用 如是寒性体质的朋友们 可把绝名子去除它 这样能去除原分子里面的寒气 可帮助糖尿病患者 控制胆固醇的循环 增加对胆液酸的吸收 促进身体胆固醇和胆固醇的排泄 从而减少对脂肪的吸收 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控制血糖吧 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的控制血糖 控制体重 时间到了之后就可直接喝了 喝时一定要趁热喝 这样效果会更好 一道特别好喝又滋补的山药牛棒茶就做好了 这药茶特别的适合早上空腹喝上一杯 对早餐后的血糖有特别好的调理作用 也可控制饭后的高血糖 糖尿病长期以来对身体危害特别的大的 损伤到身体的各个器官 时间长了还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 平时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血糖 管住嘴 迈开腿 喝一些牛棒茶 对我们控制血糖 预防三高 提高身体免疫力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这道茶虽好 但需要注意的 如是容易上火人 就不适合喝了 饮食需要注意的 平时要少吃油炸食品 烹饪食材的时候少放一点盐 少油少盐 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 加强锻炼身体 这样对我们身体好处有很多的 并且能很好的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好 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